梅西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很后悔挑衅范加尔 梅西认为范加尔和荷兰队赛前的一些话是在故意挑衅 但是对于自己当时的过激回应 梅西坦言自己感到后悔 这是梅西世界杯最争议的 梅西主动上前挑衅范加尔 那么为什么梅西要这么做呢 我们来看看比赛的过程都发生了什么 梅西这个时候把球传了出去 却遭到对手的铁杀掌 当梅西带球组织进攻的时候 被范代克一把推倒 梅西准备带球向前直接被阻打 在争夺高空球的过程中 阿克从侧后方把梅西给撞倒 荷兰队几乎所有人都在针对梅西 这个时候诱惑哈雷德斯看不下去 他必须狠狠地给荷兰人还一颜色 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 这一下就逼的裁判必须暂停比赛 然而这并没有改变荷兰队少林足球的批判 大肆对核心球员梅西进行犯规 这就是他们低劣的战术 他们也只有通过这种方法 才能限制住阿根廷队的进攻 好在苍天有眼 他们并没有得逞 大马丁心里憋着一股气 接连扑出荷兰队两个点球 梅西进球之后也是霸气庆祝 最后时刻 老塔罗也是总算靠谱了一次 阿根廷队艰难地战胜了荷兰队 这是卡塔尔世界杯上 最惨烈的速敌之战 荷兰对阵阿根廷早在大战开始之前 荷兰的主帅范加尔就一眼 要和阿根廷队友比旧账要算 他语气很狂 对南美球员恨之入骨 荷兰主帅范加尔仿佛胜券在握 我和阿根廷之间有一笔旧账要算 而当记者问起梅西 范加尔语气轻面 梅西他上场 那我们就是十一打十 八年前世界杯的那场点球大战 至今让范加尔耿耿于怀 而让成衣军团折起的罪魁祸首 就是这位阿根廷十号 为此心有不甘的范加尔 从未停止过对梅西的抨击 他固执地觉得 这位靠天吃饭的阿根廷前锋能成功 完全是凭运气 这可能是全世界最痛恨阿根廷人的教练 不计其数的阿根廷英才 在范加尔的麾下 统统地坐在了替补席上 哪怕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古典前销 李克尔梅 亦或者总是能帮助球队赢下决赛 阿根廷常务副球王 迪玛利亚 无一例外的 全都遭受到了范加尔的排挤 尤其是14年 阿根廷踩着荷兰的尸体 闯进了世界杯决赛之后 范加尔对阿根廷人的痛恨 更是到达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如今当阿根廷再次在世界杯的舞台 与荷兰队相遇 范加尔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机会 他甚至在赛前便对着媒体大放厥词 我有一笔仗要和阿根廷算算 并表示 自己已经找到了完全所死没息的战术 荷兰会将阿根廷撕碎并闯入四墙 比赛还未开打 火药卫已经弥漫进了双方球员心中 八年前的巴西世界杯 范加尔率领的荷兰 为阿根廷人一扫出局 八年后的今天 荷兰人来势汹汹 是要血洗对手完成复仇 202卡塔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 生死对决一触即发 而当比赛正式打响之后 全世界都见识到了范加尔口中的战术 拉拽飞铲层出不穷 范加尔更是在梅西身边 特地安排了两名球员 来限制他的转身推进 荷兰队试图用拉人和飞铲 这种粗鄙的手段 去将比赛割裂 从而将比赛节奏牢牢地掌握在 自己脚下 在这场比赛 消失了十年之久的坎梅战术 如今重新被范加尔拾起 但他终归是小看了梅西 就当范加尔仍一脸志得意满地 观察着场上的局势时 梅西便已然用上帝之脚 洞穿了荷兰队的后防线 大战一开始 荷兰人就大军压尽 展开了疯狂的进攻 然而骄傲的他们 到底还是低估了35岁的梅西 梅西在禁区边 在禁区里面 一对一被吃尽了 一比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传球路线 梅西仿佛开了天眼 从五个荷兰人的严防死守下 硬生生开辟出了一条通道 成了那个破局之人 这就是球王的神威 一比零这道原本并不存在的传球路线 硬是被梅西发现 98年的小将莫丽娜 抓住了这次机会 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生涯的第一例进村 阿根廷队气势震天 一球领先 梅西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阿根廷队气势如虹 相比之下 荷兰人越踢越急躁 心态逐渐失去了平衡 而普利亚自己往前突 后退一下 才盼盼罚点球 点球这对比分落后的荷兰人来说 无疑是一道霹雳 梅西站上罚球点 点球一蹴而就 阿根廷队扩大了领先2比0 阿根廷队两球在手 几乎已经一只脚踏进了半决赛 荷兰队落后两球 曼加尔战术不知被完全打破 陷入到了被动 但很显然 他还会留有后手 正如赛前所言 范加尔在 长前15分钟 祭出了他的杀手锏 吕克德荣维霍斯特 荷兰队间换上两员大将 上演了最后的疯狂冲撞犯规 扰乱对方情绪 荷兰人利用身高的优势 开始了各种高空轰炸 一举扭转了战局 这下果真投球破门 维格霍斯特搬回一个 2比1替补上场还不到5分钟 维霍斯特就投球破门 成功追回了一个 悬念又回来了 范加尔淡定地坐下 他的毛发奏效了 比赛余下的时间 荷兰人横冲直撞 大秀武德 梅西不断地被恶意针对 主裁判却没有任何表示 看着梅西被接连放倒 我又无法彻底发怒了 三步之内有得保罗 五步之内就必有帕雷德斯 为了给梅西报仇 帕雷德斯两次传 荷兰球员还不解恨 直接一脚爆射 怒对荷兰替补席 场上瞬间爆发了 大规模的冲突 范戴克直接冲了上外 将帕雷德斯撞飞倒地 双方球员纠缠到一起 场面就要完全失控 主裁判已经失去了 对比赛的控制力 只能不断地出牌 出牌再出牌 以此来平息事端 上庭捕食十分钟 主裁判给了荷兰队 超长的进攻时间 上庭捕食的最后一分钟 主裁判又判给荷兰队一个 紧区前沿的定位球 梅西抗议判法 却被直接黄牌警告 而这全场的最后一个定位球 也成了扭转荷兰队命运的一球 荷兰队的机会 任一球打地平球进 先进了地平球 扳平了比分 维根霍斯特2比2 又是维霍斯特 神一样的剧情 谁也不会想到 商亭捕食的第十分钟 荷兰队竞压 邵绝平 隐生生地将大战拖进了家时 创造了今天的奇迹 商亭捕食一结束 双方再次爆发起冲突 主裁判只能继续掏牌 黄牌满天飞 加时赛上 阿根廷队憋了一肚子火 完全压着荷兰队踢 然而梅西老塔罗恩佐的狂轰乱战 却始终欠缺了些运气 荷兰队连逃数捷 硬生生地撑了过来 最终双方在拿到了17张黄牌之后 比赛被拖进了残酷的点球大战 点球大战向来是阿根廷的软肋 胜利的天平开始向荷兰队倾斜 然而这残酷的时刻 那位阿根廷的守护神站了出来 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 他是年少成名大气晚成的矛盾体 17岁被豪门阿森纳一眼看中 却在最高的起点上 或者不断被租借的生活 加入阿森纳10年 他在阿森纳的官方商店里 却找不到自己的球衣 矛到28岁那年 他才因为队友受伤 获得了连续出场的机会 让全世界看到 一个被埋没的板凳宝藏 29岁而立之年 他终于第一次入选国家队 而熬到今天 他的大心脏已经远超常人 一具我守护你 让大马丁一战封神 成了这场点球大战的绝对主角 大家看果真被马丁内斯化解了 大马丁点球大战第一轮 大马丁犹如一堵叹息之强 将对方的点球彻底封死 被阿根廷队奠定了胜利的希望 而阿根廷队第一个主罚 永远都是梅西 这就是领袖的担当 梅西哈哈 还是这么冷静 梅西骗倒诺珀特 阿根廷队先下一场 点球大战第二轮 大马丁玩起了心理战术 又被马丁再次化解了 真是神难 在大马丁的影响下 荷兰人果然滑向这一边 再度同时一局 而第二个上场的帕雷德斯 点球稳得不行 阿根廷队再下一城 点球大战第三轮 双方各自将点球罚进 阿根廷队三比一领先 点球大战第四轮 荷兰人继续命中 恩佐却遭到了对方的干扰 荷兰人上前干扰 妄图影响恩佐的罚球 因为这球只要滑进 比赛就结束 而年轻的恩佐 最终还是受到了影响 挨压打偏了 阿根廷队三比二 荷兰人看到了翻盘的曙光 点球大战第五 荷兰人点球继续命中 总比分被打平 而阿根廷人点球如果不中 点球大战将继续进球 一时间整座球场都窒息 第五个出场的老塔罗 成了决定胜局的关键 老塔罗准确命中 阿根廷队挺进半决赛 阿根廷赢了 一举杀进了世界杯四强 一时间山呼海啸 整座球场都变成了 蓝白色的海洋 阿根廷队齐齐奔向老塔罗 而队长梅西 却奔向了另一个方向 大马丁直到点球大战结束 大马丁才无力地倒在地上 他是这一战的最大功臣 荷兰队拼尽全力 最终倒在了大马丁的脚下 看台上的肯佩斯激动庆祝 这位比马拉多纳还要老的潘帕斯之王 今天终于看到了阿根廷的崛起 这场战斗的胜利最终属于阿根廷 阿根廷队疯狂的庆祝 宣泄着内心的激动 右护法帕雷德斯拥抱着队友 早已哭成了泪人 而左护法德保罗则搂着梅西 时刻守护在他的身边 这一刻范加尔很不甘心在前 他表示跟阿根廷有旧账要算现在 在庆祝完毕之后 梅西大步走向荷兰教练席 以枪怒火和范加尔理论 范加尔赛前所谓的限制梅西 却是各种出野的犯规 梅西内心充满了恨意 最终还是天使保护梅西 离开了荷兰教练团 而荷兰队的球员也不甘心 他们在输球后用言语挑衅 却被极恶如仇的大马 用脏话一一回应 赛后的球员通告里 维霍斯特还在跟阿根廷队叫声 可彻底激怒了梅西 不仅如此 范加尔似乎对每个阿根廷队人 都心怀怨怨队 比如才华横溢的李克尔梅 曾被他死死按在棱板凳上隐恨 诺堪普面对范加尔的一再挑衅 多次为他点名的梅西决定不再隐忍 是时候做个安定 而这场比赛就是埋葬 范加修罗场 抢断过人盘带推进 场上35岁的梅西无数次被缠到 却又一次次爬起来 他不顾一切奋力奔跑 却一直没能等来那个机会 直到第73分钟点球 梅西站上12马线 他深吸一口气 球场上的噪声渐渐消失 只听得见胸腔的心跳 他目光坚定如铁 蓄势待发 朝日瞬间冲斥整个球场 迎着珊瑚海啸 梅西张开双臂 眼前闪过一针针画面 范加尔轻蔑的眼神 替补席上里克尔梅落寞的身影 他只身走到荷兰队替补席前 面朝范加尔 双手扶尔 霸气一战 范加尔你可以闭嘴了 范加尔的世界杯是剧本言论 便向维梅西送上的最大赞美 在接手NOS采访时 范加尔表示 阿根廷拿世界杯是有预谋的 当记者追问 是因为梅西必须成为世界冠军吗 荷兰老帅给出了肯定答案 我想是的 是这样这番言论迅速引来热议 一位叫CR70间线的网友便表示 全世界都知道 不过呢只要带点脑子分析 就能够知道世界杯剧本论是有多么扯 阿根廷和国际足联得有多大超能力 才能够买通荷兰克罗的样 法国这一大批的顶级球星 来配合他们的造神运动 并且得有多精湛的演技 才能够配合梅西 创造出那么多精彩至极的突破传球 进球和助攻 事实上范加尔越是说世界杯是剧本 梅西必须夺冠 就越能够凸显出梅球王的完美 因为这意味着 在范加尔看来 梅西完美的不像是正常生活当中 能够出现的人物 只有被人为安排刻意加入剧本 才有可能造就如此完美的职业生涯 居然得步缔造六冠王五冠王霸业 国家队丹河率队拿下世界杯 年度斩获92例进球 常年在进球助攻过人 关键传球等等榜单横行霸道 两次获得劳伦斯 八座金球奖第一人 能够把这一些荣耀给予一身 确实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而范加尔在变相夸梅西的同时 其实更是狠狠扎心了 自己人特别是点球大战当中 罚丢了点球的队长 范黛克一句话 就把他们的艰苦付出 瞥得一干二净 从为国征战的勇士 变为了陪着演戏的卖国贼 正因如此 范黛克已经公开表示 不同意范加尔的世界杯剧本了 四人来了 说出你的故事 每天都有新的知识 等着您去发现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 订阅关注我 从此您将不再孤单 我将陪伴您走过每一个日日夜 加油陌生人 加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